双合医院发生了护理师 遭到确诊病患攻击的暴力事件 这也让总统蔡英文 也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昨天在中常会上面发生 她说这暴力攻击 无助于克服疫情 病毒才是我们的敌人 同时她也针对国产疫苗的抹黑攻击 严正声明 强调只要拿出证据 一定会从严查办 国内疫情还没有缓解的迹象 又发生护理师 是遭到确诊病患攻击的暴力事件 让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在中常会上心情沉重 话锋一转 对于最近国产疫苗 一连串的争议不断 蔡英文也再度澄清 我们欢迎最严格的检验 只要拿出证据 一定从严查办 疫情期间 请不要制造社会的对立 更不需要有这么多的政治操作 这对和时间赛跑的 研发跟防疫人员来说 是打击 对防疫一点也没有帮助 强调疫情期间 不需要过多的政治操作 也呼吁国民要团结 守住疫情 减缓经济冲击 但根据媒体的最新民调显示 对于总统蔡英文的防疫表现 满意度 有超过六成的民众 非常不满意 身为执政党 无疑又是一大压力 华时新闻零线一层知学 台北报道